哇是 看这小卧子 棒 干嘛啊 今天是我们的帮补 这个人就吃了 哇 家伙伴今天搞了多少年这是 十多斤 咱们今天让他们吃红烧肉吃到饱 废话不多说 先把肉改一下刀 先从中间给它分开 再改一刀 再来一刀 再把这个咱们再改一下刀 往下切 别切断皮 再横着来一刀 切成这样 烤了家伙伴 都切好了 下面咱们 焯水 起锅 加水 圆火 五花肉冷水下锅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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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去腥三天克 葱 姜 最后再来上一点尿酒 火子 焯好水了 好家伙伴 咱们出锅 然后让它肉皮炒上 准备点老抽 然后用刷子 把这个肉皮咱们给它刷上老抽 然后边上也稍微来一点 然后边上也稍微来一点 重新起锅 锅热以后加油 皮朝下 咱们给它煎一下 这样主要是放色 再一个就是把它多余的油脂煎出来 到时候吃的时候就没那么腻了 把这个肉皮煎到它起泡就OK了 两边咱都煎一下 你看到吗 非常内 还是同样的方法 火热加油 把火调小 然后咱们加入冰糖 刚买的新冰糖 刚买的新冰糖 啊 这儿还有什么老旧 这我这个 把这个咱们准备的配料下到里边 葱姜 葱姜 香叶 桂皮 辣椒 花酒 然后加水 加的热水啊 哇 哇 这切银子非常内心啊 如果你还有别的 你可以再加点别的 像小滚香烂熟的都可以往里边加 然后再加上两罐啤酒 咱们换一个大桶 那个锅啊不太火炖 咱们把煎好的这个五花肉啊 肉皮朝下 肉肉朝上 放到锅里 就这小五花肉 谁吃谁不迷惑 好了 全部都放弃了 然后咱们的料马上开了 把煮好的这个料啊 咱们 加入到里边 把它放到锅 锅上 把它放到火上 准备了一点 红乳汁 咱们也加到里边 再来一点红烧酱汁 加上两个卤肉包 再来一点十三姜 鸡精 给我来点儿 红烧酱 给我来点儿 海鲜酱 蚝油 咱们来点儿盐 我给它搅拌一下 这个 就这个一锅 放点鞋垫子都行 你们都够够够够 我不够 盖上盖子 等它开锅 小二们 已经好了 咱们现在开始出锅 没问题 这小颜色 今天不会再说我弄得黑了吧 咱们重新起锅 加入汤汁 烧开以后 加入芡 把这个沫咱们打一下 再加入这个汤里边的油 咱们熬好的酱汁 汤汁 淋到肉上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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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了 下边 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我撤了 来吧兵哥 来 我撤了 哇 太香了 好 嗯 嗯 哎呀真香 我给你们包喝多了 来一个 啊谢谢 吃吧兵哥 吃吧兵哥 慢点 哇塞 哎呀这火候刚刚好 我给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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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肘子似的呢 嗯 挺好吃 我说跟肘子似的一吸皮就进去了 我吸在瘦肉 真香 哇 哇 看这小娃子 棒 哇 好吃 嗯 怎么样啊 真香 真香 我看你吃确实也挺香 行了 今天视频到这结束了 感谢老体们支持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看这些肉非常肉亮 那我真不想 这这个又不想肉 我来点块 不行 那那那那不行 是我 哈哈